大家好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题 A方相比方等于12 A乘B等于1 让我们求一下A和B分别是多少 让我们看到这种形式 特别像我们学过的 二元一次方层组 但是我们要看到 它是二元倒不错 但是它不是一次的 因为它的哪个位置处 它的所在的像次数是2 上面是二次的 下面也是二次的 我们在初中阶段 并没有学过 二元二次方层组的一种解法 但是我们学二元一次方层组解的时候 学过一些基本的原则 就是说我们通常都是用 消源的方法来进行解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如果想要消源的话 二次的消源就不是特别的容易 那我们在二次的这种方层组上 要想解的话 就需要一定的技巧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它给的这个式子 上面呢 是A方加B方向 是A乘B 那么看到这样两个式子 我们很自然的 就会想到完全平方 因为完全平方里 既有A方B方向 也有它们的乘积项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角度 把它们两个凑成 完全平方的形式 比如说这是一式 这是二式 那么我们来解一下 我们看我用一式 加上两位的二式 那就是A方加B方 加2AB 就是A方加B方加2AB 它呢 应该等于12加2 就是14 这个A方加B方加2AB呢 刚好就是A加B的平方 它是等于14的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要想解A和B 最好是把它变成一次的 所以呢 这里需要开方 开方的话 我们原期目里 并没有限定AB的正负 所以呢 这个开方 它应该有两个值 是正负跟号14 那么这是我们得到了A加B 我们知道完成平方 它有两组 除了有加法还有减法 所以呢 我一式和二式这里 也可以要相减 那么我一式减去两个二式的话 同样的道理 它就会变成A方加B方 减2AB等于10 那么我们中间的步骤就不写了 就是A减B的平方等于10 也就是说你A减B呢 也等于正负跟号10 那这时候啊 我们由原来的一个二次的方程 得到了两个一次的 我们把它们两个组合一下 再按照二元一次方程 组的解法就可以解得A和B的值了 那么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A加B等于正负是A减B等于正的 A减B也是正的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是A加B为正 A减B为负 第三种就是A加B为负 A减B为正 正负不写了 第四种情况 这是A加B和A减B都是负的 那我们组合出来 一共有四种情况 这四种情况解出来 有四组 A和B 我们分别来解一下 这种形式的二人一次方程组 是我们常见的 直接用加减消源就可以了 它两个相加除以二就是A 所以A等于二分之 根号十四 加根号十 那么它们两个相解 再除以二就是B 所以B呢 就等于更好十四 二分之更好十四 减更好十 那么同样的道理呢 我们把这下边都分别解一下 这个A呢 它等于二分之更好十四 减更好十 B等于二分之 更好十四 加更好十 第三组 A等于二分之 负的更好十四 加更好十 B等于二分之 负的更好十四 减更好十 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 A等于二分之 负更好十四 减更好十 B等于二分之 负更好十四 加更好十 然后我们最终 解出来一共有四组结果 负更好十四